男孩彼得被一阵骚动惊醒 突然发现自己的母亲竟然变小了 只有巴掌那么大 站在书桌上只有铅笔那么高 刚开始他还以为这是一场噩梦 可他很快就发现这不是噩梦 而是事实 老爸站在马桶上小便 彼得不小心撞了一下桌子 老爸就直接栽进马桶里 要不是他出手相救 老爸就淹死在马桶里了 这味道着实很酸爽 老妈的膝盖擦伤 彼得本想给他喷点消毒药水 结果却把他全身都给打湿了 两人浑身都很脏 那就在漱口杯子里洗香香吧 大人缩小后果然很节约空间和资源 只是因为体重太轻 一把吹风机都能把他们吹得东倒西歪 老妈还一不注意就栽在自己的化妆品里 刚才的澡算是白洗了 彼得本想给老爸剃胡须 可老爸整个人还没有剃须刀打 最终胡子一根没有剪到 一刀剃下去 反而给老爸剪了个沙马特发型 父母缩小之后 也不需要睡大床了 彼得拿出自己珍藏版的82年球鞋 给他们当床睡觉 你别说 除了味道大一点 睡起来还是非常舒服的 自从父母缩小后 彼得再也不用忍受父母的管教 别提有多开心了 他成了主宰一切的大人 每天都要伺候这两个小人 彼得取下玩具娃娃的衣服 给父母换上 穿上之后刚刚合适 不大也不小 给父母准备的爱心早餐 也只有这么一根小小的薯条 在缩小版的父母眼里 这像是木头那么大 随便啃两口 就吃得饱饱的了 如果人类都缩小到这个样子 估计再也不用担心 资源枯竭 空气污染的问题了 那么问题来了 彼得的父母 到底是怎么变小的呢 几天前的一所学校 这个去世多年的教导主任 女魔头 彻底减肥成功 变成一具枯老 再次回到了这里 她死前被老校长的魔法缩小 这次回来 要夺取学校的领导权 老校长已经被挂在墙上 女魔头马上钻到相框里 女魔头狂抠老校长的鼻子 再一坨字 敲击秃头脑袋 将老校长干趴在脚下 疯狂摩擦 新上任的女校长 正好瞧见 看到这一幕 却不知 女魔头启动魔法球 一波恨的魔法转圈圈 一眨眼功夫 就把女校长给缩小了 而此时 给儿子办转学手续的彼得父母 头戴安全帽 正好来到校长办公室 看到老校长和女魔头 还在相框里干账 两人差点惊掉下巴 这一次 老校长抢占上风 把女魔头直接赶了出去 没想到 这反而让女魔头恢复了真身 再次启动魔法球 把两夫妻瞬间缩小 关在了鸟笼里 而魔法球被女魔头收走 交给了专人看管 免得老校长再起幺蛾子 彼得父母在鸟笼里 疯狂荡秋千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荡出了窗外 落在马路边 差点没被汽车碾压到身上 两夫妻落在下水道里 用尽吃奶的力气 好不容易才爬上来 当时儿子彼得正好从对面走过 他们赶紧大声呼救 可他们实在太小 彼得根本听不见他们的叫喊声 两夫妻只好走在马路上 走了整整三个小时 可仔细一瞅 这也没走多远啊 正好有个外卖小哥路过这里 两人机智地钻进快递包裹里 乘坐顺风车 终于回到了家里 彼得带着缩小版的父母 来到校长办公室的魔法屋 可是魔法球已经失踪 没有那玩意儿 父母是变不回来的 女校长也不知所踪 原来也是被女魔头缩小 用毛线捆成一个球 丢在了抽屉里 彼得一剪刀下去 把女校长救起来 他们一起寻找老校长的帮忙 老校长伤了元气 还没恢复过来 怎么叫都不好使 而女魔头再次出现 将女校长再次困住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彼得带着父母疯狂逃离此地 之后她将小伙伴 全部召集起来 做好详细的进攻计划 明天女魔头 要接待参观学校的家长 这是行动的最佳时间 魔法球就在学校的博物馆里 由馆长负责看管 彼得和金发妹 用无人机把绳子吊上去 两人准备从窗户外面爬上去 金发妹来到窗户边 看到魔法球就在箱子里 偏偏这个时候 馆长突然出现 吓得她直接从上面滑下来 将彼得迅速吊了上去 两人只好从另一侧爬上去 稍不注意 他们就可能掉下楼去 摔成一坨香和肉饼 金发妹负责拖住馆长 而彼得从后面 把绳子挂钩挂在馆长身上 然后悄悄拿走了 装魔法球的箱子 两人这步操作 配合得天衣无缝 把魔法球拿到校长办公室里 而其他两个小伙伴这边 在管道里发现了 被缩小的女校长 他们启动机关 将女校长传送到办公室 无碍事俱备 只欠老校长释法 此刻已经在相框里躺平 随后干脆直接消失不见了 没有老校长念咒语 即便是拿到魔法球 被缩小的三人也变不回来 更可怕的是 女魔头也来到了这里 阻止他们启动魔法球 父母被缩小后 帮不上什么忙 只好点一个披萨外卖 藏在披萨里 把自己送到儿子彼得手上 可这一切还是被女魔头识破 他抢过披萨 威胁彼得交出魔法球 马上投降 否则就要闷死他们 生死抉择关头 老校长终于显灵 女魔头刚靠近相框 就被吸了进去 老校长在相框里 和女魔头继续干账 眼看办公室就要被他们搞他 父母即便是被封印在相框里 都自身难保了 却还在操心儿子 他们再也没有机会照顾儿子了 听到这里 彼得留下了伤心的泪水 女魔头不就是想得到魔法球吗 彼得索性把魔法球 直接扔进相框里救父母 没想到阴差阳错 周围的一切突然安静下来 魔法装置再次启动 老校长因此恢复了法力 父母和女魔头 再次被他从相框里赶了出来 女魔头被大伙儿控制起来 而老校长启动魔法球 一波爱的魔力转圈圈后 三个小人终于变回了原来的样子 经历了那么多 彼得的父母决定 取消去迪拜修房子的计划 他们会一直陪在孩子身边 一起生活 一起长大 只要戴上迪拜帽子 就像是在迪拜一样 天下我最富 没什么了不起的 而那个女魔头 被送到一所贵族学校 这里的每个学生都很调皮 足以将她直接逼疯 좋아요 我过来 小阳 晚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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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